那么另外呢 外部目前业内还有一种担忧 在财政补贴全面推出之后 会不会引起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断崖式的滑坡 这就呼吁国家呢 能够建立跨部门的行业与产业研究的机构 来进行对补贴政策退坡 退出之后 如何变从供给端的刺激支持政策 为消费端或者叫应用端的补贴与支持政策 用更好的消费政策和使用环境 来鼓励和吸引普通的用户 消费者放弃燃油车的事 而主动去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